馅儿特别特别的足 朋友们好 买了一把韭菜 好久没吃韭菜盒子了 咱们今天做一次 用开水泡粉条 蒸包子或做馅儿饼的粉条 用开水泡就行 炖肉或者是炖菜 推荐大家用凉水泡 这样做出来的粉条口感会更好 开始和面 先往面里放点盐 把盐先搅匀 咱们今天做半烫面半死面的 搅匀后一半用开水和面 另一半用凉水和 为啥要一半冷一半忍呢 这你就不动了吧 给你客户啊 烫面是软的 死面是劲道的 两个结合在一起 又软又劲道 做出来的饼特别好吃 面火软一点 做出来的饼好吃 再抹上点油 醒一会儿 大鸡蛋 烫面 条饼的鸡蛋炒碎一点 炒好在锅里放凉 起码都加上海鲜的吗 加上海鲜不是味更好吗 韭菜盒子只需要放盐和味精 这样才能吃出韭菜的香味 味精 味出来了 真香 开始包 咋够拖了点的,小一点的呢 拖了点的,拖了点的吃就好吃 馅儿啄哩朵 边压紧 油多点 上面再抹一层油 上面抹油,烙出来不干 上下火烙 裹起后反个面 盖上盖继续烙 好了,有点锅头凉了 不怕,角落吃了更下 开饭 吃馅儿饼少不了辣椒油和醋 别吃了 别吃了,酱料哩 哈哈哈哈 我吃酱料 真香 好久没说的,吃着凉了 嗯 哦,吃着烧着不行 还得夹了点下皮 还咸吗 嗯 哈哈哈哈 馅儿特别特别的足 不蘸辣椒油温醋都好吃 今天的馅儿饼烙得非常成功 一个都没泡皮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咱们下个视频见 再见 吃着 饭 饼换